方斗手游最旧的生物熔岩独角兽开局就送 想当初我可是刷了一个月才出的呀 好了各位 这里是一只沙漠人 最近不是在策划手游的新系列嘛 所以就在服务器里寻找素材 然后就找到一个皮肥XC模式的帮养老服务器 开局就可以找管理拿一大堆的宝贝 什么熔岩独角兽开局一望琥珀 听起来是非常不错的 只需要在非官方服务器里搜索这个 然后你就能找到它了 你进来服务器谈的这个是群啊 各位有想一起的可以加进来试试 哎呀 咱们还是先找管理拿点东西吧 不然一只小双几笼都可以追着我跑 这简直太别屈了 要记住PXC模式 这个红色的区域会随着特定的时间而撞动 在红色区域里就是PVP区域 喜欢大家的小伙伴就可以互相对抗了 当然不可以打烊老的小伙伴呀 先去看看我们的新手装备吧 这只纯绿色的老鹰就是给咱们代步用的 里面还有一套极品的铁套工具这些 哇 这生存哪不是轻轻松松 更别说红方舟 还有更多的新手装备等着我们 走吧 出发红方舟 不是 各位 我在路上发现了个什么 嘟嘟鸟 你说也太大了吧 旁边的泰坦龙的智慧不如了好吧 这给我幼小的心灵找成了 哇 不是 各位 这是个啥呀 这什么品种的嘟嘟鸟 现在连击都能玩这种了吗 这个嘟嘟鸟起码有一百大小吧 不行 我的心里受到了极大的震撼 啊 不行了 管理必须得补传我一个泰坦龙吧 你说对是不对 不过各位 如果让你们来选 你们是想要超级大多的鸟还是这个泰坦龙呢 但这都不是重点呀 看看我这龙岩独角兽 帅吧 要知道打地牢boss只有2%的概率才能刷新出来 帅的嘞 最后来抽个奖 看看我的运气 这是什么 三千伤害的男具 哇 一口一万多 这就是整个方舟最强的生物吧 可惜想要打晕它 起码要打半个多小时 所以现在我们还是幸福不了的 赶紧去发育吧 最后再拿上新人送的一万福破 方舟生存 祈祷 整体的福利简直是太爽了 再加上这个福 每周还有各种活动 以及全天候的管理在线 想和查查一起生存 那就赶紧加入我们吧 加我的部落 称吧 这个福气 只要我们养老人数够多 嗯 事说无路 这就是个养老福 当然不许打我